Hi Business Blue OK 我今天要跟大家上一个其实是非常实用 然后有的时候我们也不见得会想到说 这样子的英文应该怎么说 OK 加 减 乘 除 就算你再不喜欢数学的话呢 加减乘除还是要会嘛 对不对 好 那因为加减乘除 它的英文说法有很多不同的 那譬如说你去网路上找 会有很多不同的说法 那我们呢 就用比较 就一个固定的 我会跟你们大家讲一个固定的 这是一个正确的说法 它里面都是正确的 记住 以后就不会讲错了 也不会一直被搞混 OK 好 那我们就开始吧 我们从加开始 加的话呢 我们用plus 好 这是我自己习惯用plus 好 所以举例来说 如果2 plus 3 3 equals 5 OK 好 所以2加3等于5 我们中文会讲等于 所以我刚刚用的是 equals 好 alright 所以呢 但是我在这边可以跟大家讲 那你们如果有时候会忘记equal 要怎么讲的话呢 那我们干脆就用is就好了 is都是通用的 所以你不需要特别去记equal 要怎么讲 好 那我们就再讲一次 2 plus 3 is 5 2 plus 3 is 5 OK 那减呢 减的是 minus OK M-I-N-U-S 好 minus 那我们来刚刚的颠倒过来 3 minus 2 is 1 OK 3 minus 2 is 1 好 再来是乘喔 乘的话呢 我自己是习惯用multiply 那比较简单的说法 我们就记得用times 好 times 它也是一个动词 所以呢 好 我们继续用 2 times 3 is 6 2 times 3 is 6 好 那再来 唯一比较难一点点的就是除 好 因为除是用divide 这一个英文单字 那因为你在 譬如说我们现在的举例是3除以2 对不起 6除以2等于3的话呢 那就等于是6 它是要被3来除掉 所以它是要用divided ok 用对 divided 好 而且它后面要加个介细词byby 好 所以我们来试一次6除以3等于2 是怎么讲呢 那就是6 divided by 3 3 is 2 6 divided by 3 is 2 ok 那大家都学会了吗? 好 下课啦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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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